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除了摘水蜜桃 参三国家风景区管理处还结合离山时间饭店推出进山活动 只要五人以上团体到离山完两天一夜再帮忙进山就能每人补助五百块 离山世子会也动员一百多人进山有人拿着垃圾袋 有人拿夹子帮忙扫街 这场活动将事半两个月 五人以上成团的话 那一个人我们先上补助五百块 那一团上限是五千块 目前暂定会有十团 希望能够有更整洁的一个环境来迎接游客的到来 离山地处海拔两千公尺高山 夏季气温凉爽舒适 这里不但有水蜜桃 八九月将进入水梨青苹果采收期 也有知名离山茶 福寿茶 高丽菜 搭配进山活动 希望游客到离山一块动手维护自然环境 有吃有玩 还有钱拿 三天新闻的曹圣张 罗定杰 台中报道